欢迎回台湿新闻来关心晚间的最新消息 大陆太空船神舟9号今天跟天宫1号太空实验室神宫对接 不过神9在16号发射深空的时候却出现了两个神秘光点 神舟9号整流罩在发射之后的4分钟11秒左右脱落 由红外线录影设备拍摄的直播画面却突然出现了这两个发光体 迅速的朝神9飞过来擦掀而过 不过出现的时间很短不到两秒钟就消失了 而这两个神秘发光体引起大陆网友热烈讨论 到底是什么东西呢目前都还没有定论